时宇确信自己听到了声音 而且那种感觉就和使用心灵感应时候一样 他寻找之下锁定了发出声音的对象绝对是那个石像 不过无论他怎么看这石像都不像是超凡生命 这就是古人按照石巨人的模样打造的普通石像而已啊 难道说成精了 不可能如果进化为超凡生命了早就被其他御寿师注意到了 这里的人流量可不小 在御寿师协会这种地方高级的御寿师随处可见 拥有心灵感应天赋的御寿师也一堆 一只野生的超凡生物藏不住的这石像摆在这里起码也有几年了吧 声音消失后时宇依然在观察 他观察片刻还是什么发现也没有 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石像 材质也是很普通的石头 这种死物按理说心灵感应是无法沟通的 这是流传很广的尝试了 除非心灵感应还有他所不知道的未知用法 就说到这里吧 等一下我还有事情就先走了 你们不用想太多 寿朝这种事还不用你们操心 就算是传说中那只冰龙复活 我们的御寿师也是可以对抗的 张老师笑着对几人说道 在古代龙是高不可攀的生物 但是现代 寻龙者早已经成为一种职业 虽然稀有但也没那么遥远了 好的谢谢您张老师 陈凯道 石瑜也跟着谢了生 随后在几人道别下 张老师离开了这里 只剩下石瑜他们四个在面面相去 那还回去打地鼠吗 陈凯问 不打了以后再说吧 石瑜道 我也忽然想起有一些事要做 着急吗 可以吃个饭再走啊 很急 本来陈凯他们还想约石瑜 晚上聚个餐再走的 不过石瑜走得很匆忙 四人也就直接散了 到最后 陈凯他们甚至连石瑜的联系方式 都没要到 没办法 石瑜没买手机 这玩意比地球贵了十几倍 暂时用不起 想找石瑜的话 之后只能在预售师协会进行留言了 两个世界的差别就是 在地球你想买到熊猫老虎大象非常难 但想买常见科技用品很容易 而这里一只石铁兽全界还没室内房价贵 就是科技用品贵了许多 几人分离后 石瑜直奔平城的图书馆 想查阅一些资料 可惜 一直到了傍晚 他也没有查找到想要知道的内容 不过 虽然想查找的东西没查到 却让石瑜对这个世界更了解了 这个世界的历史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代 神话时代 图腾时代 玉兽时代 神话时代据说是天地间孕育出来的最早一批 神话生物统治星球的时代 图腾时代则是人类诞生 以各种方式在强大生物地盘下苟且求生的时代 玉兽时代则是人类开始掌握玉兽能力的时代 这个玉兽时代又可以分为古代、近代 转折点是一百多年前 七个由人类组成的国家 共同建立起联盟 很简单的三个时代划分 不过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这个世界的历史存在许多断层 像为什么第一批神话生物集体消失 就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历史断层现象 而2000年前冰原是经历的事情 显然也是现在的人们还并未探索清楚的历史 不能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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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书馆出来后 时宇不断对着自己的内心重复道 不能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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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强制自己不去想这些事情 这是他老毛病又犯了 前世的时宇就是考古人员 后来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接触到了一个未知的神话体系 好奇心使然 从而转职神话学者 然后 前往各地遗迹 古指 跟着自己的老师探索这未知的神话体系 就成了他的日常 再然后 他就挂了 探索时候 遭遇了意外 遇到了山体崩塌 被活埋了 随后就穿越到了这里 好奇心害死人啊 时宇想起当时那个沉迷于研究未知神话体系历史的自己 想抽自己一巴掌 宅家打游戏 看动漫不好吗 干嘛没事去各种危险的地方调查研究 总之 现在穿越到了这个更危险的世界 时宇只想在安全的范围内 让自己活得更滋润一些 这一辈子必须要好好享受一下才行了 虽然这个世界的历史 好像谜团更多 拥有更真实的神话体系 但他时宇 必然不可能走上辈子的老路 绝对不可能 平成御寿师协会 园区 时巨人向下 此时天已经偏黑了 这个园区基本没有其他人了 时宇望着月光下的石像 询问道 白天是不是你在说话 你在反驳那个人口中的历史 不是这样的 怎么看 都像是在反驳那个张老师说的话 但这反驳 只有时宇听见了 时像大哥 说句话啊 时宇使用心灵感应对着时像沟通道 然而 和白天不一样的是 时像没有任何反应 你不说话 我可走了啊 时像还是无动于衷 时宇陷入了沉默 难道是自己状态不对劲 他回忆起下午时 自己看向时像时候的心情 当时 他刚刚听完张老师描述的历史 对那段历史产生了好奇 由于张老师说那段历史只是推测的 并未被证实 当时的时宇看着时像 心中下意识想法就是想知道真实的历史是什么 似乎就是那时 他听到了时像的声音 告诉我 时宇盯着时像 脑海中下意识回忆起自己走访各地遗址 研究古物 探寻历史真相的过往 告诉我 我可以还历史以真相 这一刻时宇的念头通达 是真想让这段历史的真相公之于众 此刻 他不是想聆听时像的声音 而是想聆听历史的声音 他自认为此时的状态 和下午已经极其相似了 此时又发动心灵感应 寻找起下午那个感觉 好像是 大脑轰鸣来着 轰隆 声音来了 一声轰隆 直接把时宇正的头皮发麻 不过这声音 明显不是在脑海 心灵中响起的 而是在耳边炸开的 他抬起头 张大嘴巴 因为天空刚才好像忽然震动了一下 咔嚓 随后 时宇又被时像吸引 这一次 时像的确传出声音了 不过 是裂开的声音 在他的目光下 这时像 直接从上到下 裂开一条裂缝 我TM 出事了 时宇扭头就走 他发誓 他在碰老本行就是狗 这行业太危险了 比预售诗还危险 十一 救我 感谢Linney大佬的盟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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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